因为眷村是来自大陆各地不同的省份来的 所以他们有各地不同的料理 可以做出眷村的美食 让这个文化来花洋光大 我是苗栗传统的客家人 纯客家人 那我先生呢是湖北人 他是眷二代 眷村的二代 父亲当时还给我讲的狠话 料狠话 他说你要嫁给外婶了 那我就给你断妇女关系 我们闹得非常的轰轰烈烈 甚至动用的亲戚来牵着 最后子女总是胜过父母的 父母都是疼爱自己的子女的 还是上来带我走红地毯 先生是非常孝顺的 而且非常讲义气 讲信用的人 我是看上他这一点 说人不怕穷 只要有志 其实眷村的生活很辛苦很苦 大家都靠一点点微薄的兴奉 养家 眷村大家像一个大家庭 也不怕大人不在家的时候 小孩子饿着肚子 大家要和一下 爱人家大人今天不在家 看哪一家开饭了吃饭了 大家都没关系加个碗筷加就好了 民以食为天嘛 用眷村的美食去推广我们眷村的文化 这样会更快 让大家既能看到眷村的文化也能吃到美食 是这样子 过年快到了嘛 做了三道应景的过年的年菜 首先呢是湖北的珍珠丸子 会准备这道菜 也表示说团圆的意思 我今天会做这个珍珠丸子呢 其实是来自公公 我公公是湖北人 十五六岁就跟着部队去当兵了 一直到逃难到台湾来 都没有回过家乡 所以说非常怀念家乡的珍珠丸子 所以说我就跟邻居的那个湖北人 大家学了这个珍珠丸子 糯米呢前一天就要泡好了 先泡的 假如夏天的话就要放冰箱 冬天没关系泡了一夜 那洋葱 蒂芝是必备的 这嚼肉最好用的 做什么都好吃 比较香比较甜 拍打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给它 揉成一个个的小丸子 他个人喜欢 那我大部分都会做 差不多一个碰碗大的左右的大小 差不多像这个大小 裹上糯米 蒸都可以 那我是比较方便 懒得去看它 我就放电锅 放到一杯水 底锅放一杯水 下去蒸 红烧石头正代表大副大队 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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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干的味道 一点点就好 还有必备的胡椒粉 我们这给它搅拌均匀 你顺着时钟方向 给它搅拌 骰得整个都是有弹性 有黏糊糊 有弹性的 黏着的 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湿水 看自己的喜好大小 一般我们是做差不多一个鸡蛋大左右 大部分是这样子 我们给它炸着金黄色就可以起锅了 我们白菜也就差不多 我们现在就把湿纸头放上白菜 放上去 烧 让它慢慢的小火 慢慢的炖 慢慢的烧 摆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撒上一些的香菜 眷春每到快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大家会一起来熏腊肉 自己腌腊肉 那这个就是蒜苗炒腊肉 那早期呢 因为没有冷冻设备 这个比较不好 没有说家家户户就有冰箱 而且腊肉的保存也要 比较好保存 所以说呢 可能会做的咸了一点 所以说我们先把肉肉 腊肉 我们先用水稍微煮过 再来熄炒 我们要增加美观 只要吃辣椒的 就可以用辣的辣椒 先放下去 稍微倒一下 滴滴滴就好 不要太咸 因为辣肉本身就有咸味了 滴滴就好 因为辣肉本身就有咸味了 土花中心 哇好香哦 那边吃这个土豆香粉粉的 心肥波特